艺术地标 福建大学 福建了一个地标性演绎的场所 凝集城市文艺脉络 我们重庆的人心 通过这样的剧场来焕发大家 对生活改变的这种期许 走近便能读懂城市精神文明风貌 整个苏州是非常美的地方 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平 一天一城一地 青岛大学院 我就很自豪 我自己的老家有了合适的音乐厅 能够展示我指挥的交响乐 和我指挥的合唱团 品味艺术融通中外 大学院能让更多人享受到艺术的美 国家画卷往前推 中国青年艺术卷 中央实验画卷 千人荣并续 让人创作的风格 一览天下 在文化地标纵览艺术万象 感悟城市之门 不如国家画剧院剧场 了解画剧院的八十余载春秋 国家画剧院最早的历史 可以追到1941年在延安 这两个和平在一起 2001年底组建了中国国家画剧院 聆听戏剧博导 唱谈国际戏剧大师 李马斯·图米纳斯 我是从他那儿能够得到一个 强烈的共鸣感 而近20年 我越来越自觉地去追求 这种实话意象 跟这个图米纳斯说的是一样的 走进国家画剧院 听王小英讲述 与戏剧大师的诗艺共鸣 在国家顶级艺术殿堂 品画剧之美 北京二环繁华街道中 演映着一座 专为画剧演出而设计的剧场 它建成于2011年 是国家画剧院的主要演出地点 拥有雄厚的艺术创作资源 和辉煌的戏剧文化传统 它以创作和演出高质量 高品位的古今中外 优秀戏剧作品为己任 重视人才培养 是一片创建中国民族画剧的卧图 也是戏剧人驰骋梦想的舞台 走进国家画剧院剧场 在国家顶级画剧殿堂 品中国异乡 感受画剧的魅力 小英老师好 你好 嘉宾好 新年好 小英老师 让您久等了 王小英 国家一级导演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国家画剧院原常务副院长 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 从业近四十年来 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文化奖 曹玉戏剧奖等多项全国性大奖 王小英始终充满朝气的 活跃在戏剧文化发展的潮头 因蓝陵王 萨勒姆的女巫 理查三世 简爱 红色 引发业界关注 创造了国际戏剧舞台的中国异象 欢迎你来我们国家画剧院的剧场 这是很多喜欢画剧的朋友 心中的圣地 您看这两广路车水马龙的 但是国家画剧院有一种 自己独特的那种 安静的儒雅的气质 对 在这一片里边 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设施 这样的一个剧场 这个还是我们叫城市的文化地标里面的A级剧场 A级剧场 对 我曾经有过一次 在剧场门口 像大街上的车水马龙的景象 在那发呆的一次场景 我就是觉得生活这样的进行着 这么多人忙忙碌碌 有多少人愿意暂时停下来 进到我们剧场里面来 进到剧场里面来看看我们的戏 然后跟我们做一些超脱于现实生活之外的 又在现实生活范围之内的那样的一种交流 其实是想这个 就是我们跟生活的关系 我们的戏和观众的关系 我经常会这样的去想 那我向您请教 我们每天确实我们在流动在工作 您希望我们停下来走进剧场 那么停下来的理由会是什么 我这么理解 戏剧有的时候 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 就是你通过一个战时 放下你日常的这种 锁锁碎碎的这种生活 然后去面对一个可能跟你的生活不那么直接相关 然后它却是间接的能跟你的内心的东西 内心的感受 内心的更深的那种情感 能够有一个共鸣的那样的一个精神经历 它可能让你能够以一种间接的生活的方式 能够看到更多 包括看到生活的更多 包括看到自己的更多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刚才的一个想象的比喻 就是说也许你生活中每天你喝的是一杯茶一杯水 但是也许你走进我们这个剧场 你可以品一杯酒 你完全可以这么比喻的 对的 那先生老师您给我们全国观众介绍一下 我们的国家化剧院好吗 来有请 好的 我们这个剧院 其实2011年才开张面对观众 我们居然想要这么一个剧院很多年了 你刚才在门口谈到了 你说其实我们国画盼这个剧场盼了很久了 对是这样 以前国家化卷2001年年底 是中国青年艺术卷和中央实验画卷 两个卷合并组建的 中国青年艺术卷以前有一个青衣剧场 在那个长安街东丹那儿的 然后那儿建那个东方广场就给拆了 拆了完了以后再见起来的时候 大家现在很熟的一个剧场 叫那个东方先锋剧场 对 挪了一个位置 但是是一个小剧场 那中央实验画卷就很早以前 就想在实验画卷的院址 在那个殿门那个后门桥的地方 就有一片地方去想建剧场 我们两个卷合并成 这个组建了国家画卷以后 我们的那个首任院长赵亮院长 就花了很多心思想去把这个苏院给完成 我记得是国家画剧院的组建是2001年 2001年 而这个国家画卷剧场就我们所在的地方建成是要到了2011年 这整整10年 那您带我在这 对 这上面有一个我们的院室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展览 其实这个剧场是讲究功能性的 是 考虑到观众总进来的各方面的这种便利和感受 对 这儿如果是观众来的早是吧 他可以有两个选择是吧 往右去喝咖啡 望左上来了解了解国家画卷的历史 这是有一点小的博物馆的感觉 国家画卷最早的历史可以追到1941年在延安 延安那个时候鲁毅在毛主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山会上讲话以后 然后成立了延安的鲁毅的青年艺术剧院 当时一些艺术家的前辈都是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 1949年就成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了 其实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比咱们共和国成立的还要早一点 它是1949年的4月本成立的 它有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一部分人 东北文工二团有一部分人 还有一部分就是从上海 那个时候所谓叫国统区的那些戏剧工作者 那批人还是更多的兼容并蓄 创造的那样的一个风格 然后1956年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些毕业生 组建起来的一个本来是中央戏剧学院所属的一个实验剧团 中央实验画卷 当时中央实验院院长是欧阳玉茜 所以中央实验画卷的最早的院长也是欧阳玉茜 他比较纯的是学校毕业出来的 这里边是国家画卷往前推 中国青年艺术卷 中央实验画卷 一直到现在的一些优中选优 一些代表性的作品的一些海报 你看这个桃花扇 这个就是当年中国中央实验画卷 这上面写的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实验画卷 对不对 宝尔柯沙金 宝尔柯沙金是我们中国青年艺术卷三次上演的一个戏 当年演这个戏的宝尔 是金山演的 这个东尼是张瑞芳演的 然后五十年代那次 然后六十年代又演一次 然后九零年又演了一次是我排的 他现在搁在这儿的这张海报 是九零年我排的那次的海报 那简爱 简爱是前几天刚刚演了第十八轮 十四年以来连续演的第十八轮 前几天刚刚演完 这边这几个都是最近演的比较新的戏 这个国家画卷2001年年底成立 然后2002年的上半年就连续推出了三个国外的戏剧名著 经典名著当时赵尔亮院长也是希望用优秀的高品质的世界名著 让国家画卷亮相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品质追求品质的形象 当时的开源大戏的其中一个是我排的 散了某的女巫 你看这个戏的这个颈的这个气质 对 都是很粗利的 然后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这些角锁其实是在舞台的观众席的顶上 他平时藏在那观众席顶上 然后到戏演到最激烈的时候 对这个角色有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人性考验 就是想让他在谎言和诚实之间做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你说谎言就可以活下去 你如果保持诚实的话你就会被绞死 然后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了以后 随着一段激烈的军鼓声 这20多个这个角锁从那观众头顶上 头顶上 就下来 然后你回头看就20多个角锁在观众头顶上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希望戏剧对观众造成那样的一种影响 甚至造成那种威胁 就是当台上出现这么严峻的情节带来的人性考验的时候 你不要完全认为你是置身事外的 对 他是一种间接生活的生活的这样这种这种共情式的体验了 很多观众 包括很多这个业内的同行都还对这些影响很深刻 这个可以说是个文物了 我1984年在那个中西就倒期久毕业 然后就分到中国青年艺术卷去了 我们那个那个院部当时在那个 在东丹就是现在先锋剧场的那个位置 门口挂的就这块牌子 这块牌子 他现在成文物了 这个中央实验画卷的牌子 然后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2001年底组建了中国国家画卷 那时候那个曹宇的雷宇那个时候就演过 那个叫延安 叫延安青年艺术卷 这是首任院长 中央实验 大学院首任院 欧阳玉倩 欧阳玉倩 对 原野 这就是82年拍的 哎呀 好多回忆啊 是 好多好多回忆啊 是 这个直播开国大典 抗战中的文艺都是 都是最近这两年 这个新推出来的戏 八十余载岁月争容 二十多年风雨兼程 历史涵养了国家画剧院 风扇的历史底蕴 也赋予了它厚重的文艺灵魂 从1941年创办至今 中国国家画剧院始终在岁月淬炼中 坚守舞台艺术之根 2011年中国国家画剧院剧场建成后 大小两个剧场的舞台 观众厅 灯光及音响系统 均为画剧院演出量身打造 小剧场还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合成排练厅 剧院配套设施完善 年上演戏剧近三百场 在观众心中播撒下了戏剧的种子 我看了 你看后面 这都是我们国画的经典剧场 是是是 我觉得很浪漫 很多观众看戏之前可以在这坐一会儿 我有的时候也约个朋友 或者约一个戏剧界的一个合作者 也会到这来坐一会儿 对今天分会聊聊戏啊 聊聊生活都特别好 对对对 那小英老师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国画的咖啡厅里面 来聊一聊 你让我们节目有一个小传统 就是说您要给我们全国观众来推荐一位 您非常欣赏的艺术家 而且要推荐他的作品 您会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位 眼前我特别喜欢一位俄罗斯瓦赫坦克福剧院的导演 叫 望利维尔纽斯小剧院 接任瓦赫坦克福剧院艺术总监 成为该剧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外籍艺术总监 他的叶弗盖尼奥涅金 假面舞会 福士德 战争与和平等作品 收到业内外一致好评 并且从2016年起陆续登入中国 引发热烈反响 他也因幻想现实主义 受到国内戏剧界的关注 并获得很多中国观众的青睐 我特别喜欢他 跟普通的观众喜欢他 还不完全一样 我是从他那儿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那样的共鸣感 或者叫他给我一个更强的指引的一个效果 朱贝纳斯就说幻想现实主义 你知道现实主义 我们很多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就要面对生活 面对真实 面对人的有机真实 但是他把幻想干到前面去以后 它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要表现一个人的有机生命状态 或者你想表达他内心的强烈的情感 或者是他内心隐秘的心理活动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超越现实的逻辑的 就现实的这个场景本身的逻辑 或者现实的人的这种行为逻辑 其实可以不用受它的限制 你可以用一种更主观的一种方式 更主观的 更主观的 甚至是幻想出来的一种状态 因为单从字面来说 幻想跟现实是有些矛盾的 对的 它的有意思的 就是这两个有矛盾的词 给接到一块去 你比如说他有一个戏 咱们中国很多观众都看过的 叫这个耶夫给你奥涅金 这个普希金的一个诗 很有名 然后他改成舞台剧 你比如说这里边这个女孩子 年轻女孩子塔吉亚娜 他暗恋这个男主角 他想象对他爱的时候 他就会在台上空着台 然后让这个塔吉亚娜 像拉车似的拉上来一个铁床 旁上就个枕头 他在床上这么躺 那么啪 这么折腾 那么折腾 然后跟那个 你看上去像是 他对心里面的感情 在这搅扰着 坐卧不安 睡不着觉 但是他那个动作就是幅度和那个情感的表达 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平时可能做的那种生活的那种幅度 然后当他跟一个老人去讲他心里面的这个爱在心里面燃烧的时候 他就还跑到旁边去拿一罐水 就浇的往他身上浇 好像心里烧得不行了 是吧 喊会大声的喊 然后他会使劲的把床抬起来 然后喊我爱 谁谁谁谁我行 你看这些行动 完全不是生活逻辑里面 可以出现 对 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但是那种感情是真实的 是非常非常 他仅仅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人 对呀 对呀 对他为了表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心里面那么强 强烈的爱是吧 有点感觉了你说有点感觉了 幻想现实主义有点感觉 好像二者是可以融合的 对对对对 那比如他在戏里面有的时候出现啊 经常漫天大雪 然后哇这个这个一一群 男一着华丽像在参加舞会的这个这个这个女孩子坐着像是球鞋一样的啊 从天而降啊 然后这个女孩子在去结束的时候和一个熊在在翩翩起舞 你说这种东西的逻辑 他的他的现实逻辑他是完全不够 但是但是他的情感逻辑你是 是能感受到的 你是完全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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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 比如另外一个戏叫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的男女主角就是纳塔莎和安德烈 纳塔莎跟安德烈第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见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舞会上 这个舞会上让他俩见面跳舞 对 根本就没有舞会 台上只有空台台上只有纳塔莎一个人 然后这个舞会的音乐响起来以后 安德烈就出来了 走到跟前 然后他们两个人开始翩翩起舞 他的长裙子甩着翩翩起舞 他不想让观众看到现实生活场景里面的舞会是什么样子 他只想让人家看到他们俩相见的那一刻 对 他跟他相见了 然后他们心里产生那种互相过电的那种感觉 做美好 但是他又符合真实的相爱的情感 我们说经常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会目中无人 对 目中没有旁人 对 我的眼 我的眼里只有你吗 对 对 这个情感的逻辑又都成立 但是他在舞台上可以这么大胆的呈现 对 他这个就是他说 他说你要表达一种现实的人的有机的状态的情感 或者人的真实的情感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不去顾现实逻辑 然后就找到最有表现力的 最有这个舞台感的 最有美感的 这些东西有的时候 这个逻辑是你幻想出来的 幻想现实主义 这种东西他有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技法 他如果是个技法的话 你某一个处理 咱们中国导演某一个这么处理 这么做 也不是做不到 但是你要对戏剧 你整个的戏剧理念 或者你整个的舞台理念 你都是这样的 你才能不停地去寻找到 他最好的 最动人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这个 纳塔莎跟安德烈最后一次见面 就安德烈死在战场上了 死在战场上了 从那个小说的那个角度来说 纳塔莎并没有在战场上 他不可能看见 现在安德烈躺在战场上的那个场景 但是他就舞台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不但有安德烈 还有一些别的人在那躺着 然后还有枪在那支着 然后那个 那塔莎就看见他们了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的 那个原舞曲的音音响起来 他慢慢慢慢地站起来 慢慢慢慢地站起来 那个音很轻很轻地慢慢站起来 然后他忽然撕心裂肺地 一声惨叫 那个音又轰然响起 他一个疯狂地转圈跳那个王二子舞 你又能想到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是从一个王二子开始的 然后你在这儿 你分明感受到的不是美好 恰恰是美好 更相反的那种惨烈的那种内心的感受 观众看这一段的时候 大概就是两种反应 一种反应就是善然泪下 还有一种反应就是寒毛俗丽 你就完全被震撼了 这种东西跟生活的表面的逻辑 是完全不会关的 甚至是反的 但是你就是得有那样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又在强化着这种生活的逻辑 他强化着生活的逻辑的同时 其实他在强化着他的情感给观众的那种冲击力和感染力 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种戏剧理念 我排戏也特别喜欢用音乐 用各种音乐去在戏里面 去把戏从现实的这种情境里面 现实逻辑里面 然后生格 生成一种情感的主观表达 这种所以诗意化表达 那这个Tubinas就更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我心里有跟他有很相通的地方 Tubinas他其实跟我年龄差不多的 对我的更大的影响是Tubinas他背后的背景 幻想现实主义 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 或者叫这种艺术理念 或者这种舞台上的一种理想 是他所处的那个剧院 那个命名者瓦赫战格夫 瓦赫战格夫是苏联20年代的时候 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 那个时代苏联有两个戏举家 两个导演艺术家 一个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他是讲心理现实主义 他追求内心的有机的真实 然后找到有逻辑的外部的行动 把这内心的有机真实给表演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人叫梅何德 然后那个梅何德是反的 梅何德是要充分的挖掘 这个演员的形体 或者叫肢体的能量 用这种身体的能量去表达 这个创作者从那个作品里边 他自己主观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一种情感 他可能或者是 或者跟那个戏的 他的现实的逻辑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这是完全是 两股道上跑的车 对不对 这个梅耶和德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 瓦赫探格夫也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 他觉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这个艺术追求和 这个梅耶和德的追求 都非常的有特点 非常的有个性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说他们 因为他们太有特点 太有个性 他避免不了的 他会有一些偏颇 会有一些弱点 如果我们面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或者是面对梅耶和德 去强调他的个性的特点的时候 他的那种偏颇和 他的这种弱点 就会更加的显现出来 但是如果 我们去追求这两者之间的融合 就会呈现出更大的这种艺术创作的空间 然后他们的这种偏颇和这种弱点 就会在这种融合当中 被弥合了 瓦赫探格夫说 说我们在舞台上要做的是 表现真实的人的有机的感情 但是我们的表现的途径要抛弃掉 现实的逻辑 对我们的智库 对我们的限制 要用更多的艺术的想象 甚至幻想 去寻找表达这种情感 幻想现实主义 就是从这来的 产生于二十世纪初 这个瓦赫探格夫剧院 他就一直秉承着这个幻想现实主义的 这样的一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线索 所以他们要把这个Tubinas 从这个立陶宛 请到他的剧院来 当这个剧院的总导演 他背后的那种深厚的一种历史 和他这种戏剧的传统带来的 那样的一种对舞台上面的诗意的追求 在舞台上那种现实情感的 诗意化表达的追求 对我的那种强烈的吸引 他是有理念之称 对 然后他做到了完美的实践 可以说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充分 而且非常非常有他的 个人的那种艺术的那种标签 是特别的 因为您一直追求诗意 诗话意象 对 您也一直在做实践这条路 对 小雲老师 那什么样的导演 或者说这个导演 他身上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他才可能在诗话意象 或者是在舞台诗意这上面 他会有表现力 第一的这个素质 是你要对戏里面那种感情 包括你戏表达的感情 包括里面的人物感情 有深刻的理解 和深刻的感受 就像战争与和平似的 你要真的感受到 那个纳达莎 她的痛苦 到底能痛苦到什么程度去 她爱 她爱到什么程度 然后她见到她的爱人的死亡 她的痛苦到什么程度 你首先你得有这种 对内容的那种更深的勇敢 然后就是要有那样的一种想象力 她能一个动作 她既把她心里的悲痛 把心里面的爱 也同时给表达出来 又把她现在的场景 和她当年跟安德烈 见到场景勾连起来 陈老师 你刚才就讲了 你说您其实喜欢她 是更深远的 如果你仅仅是把这个幻想现实主义 把它当成一种忌或者义的话 那就浅了 是的 我们常常把它认为 它就是一个舞台形式 它这种形式的根 它是从情感那儿发出来的 它是有内涵的表达 所以您说 这样的导演 首先他对情感 有很深的感知力感受力 同时他又有浪漫的诗意情怀 最后才可能有舞台上 你看到的有形的呈现 但那已经最后开出的花和枝叶了 但是顺着这来说的话 是人情人性的一种深刻 是 而这也是您一直追求 我觉得这应该是 所有的戏剧都应该追求的 只是每个人追求的方向略有不同 或者在某一个方向的程度略有不同 对于我来说 我心中的理想的戏剧 我追求的样子 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 托比纳斯现在在舞台上已经呈现出来的 那样的一种状态 他给我很多的这种感染 很多的启发 托比纳斯曾经说过 他说他认为他的艺术是可以超越生命的 而您也有一个观点 您认为戏剧是更深刻的艺术 其实都在往深里走 是的 你只有真正进入到生命的更深处 你才有可能在舞台上 这个张扬起更强大的舞台表现的这种图像图景 再重新理解幻想现实主义 它不仅是戏剧艺术舞台艺术 我觉得它是一种人生艺术 对的 就是说你不能光想着幻想两字 你还得知道后面的现实主义 它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于我们一般 就是狭义的现实主义就是写实 它不是的 它说的是人的真实的情感 深刻的有机生命里面能产生出来的 那种深刻真实情感 然后你用幻想的方式给它表达出来 深受幻想现实主义影响的王小英 和图米纳斯一样 怀揣着诗意的梦想 坚持探索中国的文化意向 将一步又一步的优秀作品搬上这个舞台 这是我们的剧场 你可以看这个剧场其实不是很豪华 它更多的追求功能 它这里边最好的效果就是影响设计 影响设计 你看这个墙上它有一些结构 什么线条一些凸凸凹凹凹的 应该都是声场的 对它不是装饰 在这儿做这个调的测试的时候 他们会拿那个激光笔 比如说拿那个激光笔设到那个点上 看那个反射点在哪 明白吗 然后它就一点一点的让这个所有的反射点 能够铺满剧场 铺满每个角落 还没开始用的时候 我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卷一个人就站在台上 台上还是空的 我们俩就在那 也就是很自然的俩在那说话 就舞台最后一个人清清楚楚的听到我说话 所以很清楚我的戏 我排的戏在这个剧场里面都是不带麦的 完全不用带麦 可以很好的传递给观众 完全融入其中的 对 你感觉是没有舞台和观众齐的这个距离 对 所以你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剧也是非常普世 我们考虑的就是观众的观演的感受 观演感受 就是要这个 要观众到这来看戏 觉得看得舒服听得舒服 这个就是最大的这个效果 没错 我排戏一高兴就给演员翻跟头 后来过些年了 我们的演员一看我要脱衣服 全来拽 好了好了你别了 就毕业的第二年 就独立地排了我自己的 作为一个职业导演排的第一个戏 就我呀 是一个第一次走出国门 去看那个欧美戏剧 我看了一百个戏 那我们中国戏剧要走的跟西方戏剧 不尽相同的路子格教 诗化现实主义 我想听您唱黄梅戏 您刚才说了这个剧场的 这个声响的效果特别好 你知道我以前会唱黄梅戏 我不知道 好叫黄 我只是知道您可能很久没唱了 对我这个上中央戏剧学院以前 在安徽晚南的一个非常基层的一个剧团 叫池州地区公团 你知道我第一个专业是跳舞 我前些年还会翻跟头呢 我排戏高兴就给演员翻跟头呢 后来过些年了 我们的演员一看我要脱衣服 全都在拽 好了好了你别了 然后呢我就到安庆地区黄梅剧团去正规的 去学个黄梅戏练功啊 黄梅会是会唱一点 哪一句是一直在您心里面萦绕 我唱一个这个天仙佩里边那个董勇啊 董勇这个人物出场的第一句唱 我们叫麦枪 我怎么觉得您这个这有点京剧 这老生的这个 这个天仙佩最早演董勇的这位演员王绍坊 以前是个京剧演员 这个他唱出来的可能就是有点京剧 但是下面一转 一转就不是了 战路口却是为何 他那里用眼来看我 我那里用心肠 网交 最后又回来了 最后又回到那个 黄梅戏的特点是后面的落枪啊 就你走多远你走多远 这个运味 他们说通常演员都特别怕会演戏演过戏的导演 因为有演员的经历之后 他对于舞台上演员的心理动作 他更了解 他把握的更准确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但是演员的心理你恰恰说反 演员就喜欢对于表演 有经验 有见地 能给他具体的建议 具体的指导的导演 最好是后边还有一句一语重地的 你试试怎么样 看看能不能解决 他可能恍然大悟 毛色顿开 马上把这个卡过去 他会非常愉快 因为导演懂表演 所以您的话能一语重地 我不用演给他看 要一个导演上去认认真地演给他看 让演员去学我 这个不是好导演 你过去的事 你心满了 是不是想出去走不走 等一下 你不能 物理学家不能往自己身上指 你这下你就把那个话的意思给明确掉了 对对对对 明白对于这个话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你就那么一字一句地给它说台词就行了 猫是活的 猫也是死 这么事 感觉好一点 你看看 你试看 猫是活的 猫肉是死的 对对对对对 您看小英老师 今天您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的儒雅 乐力非常丰富 然后对于舞台艺术 对于戏剧 有自己非常的有见地的见解 您看您的代表作那么多 但是其实如果时针往回拨回到这个八十年代的话 那个时候的王小英导演 他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标签 可是先锋性的 对 我1984年毕业来到中国青年艺术区 然后1985年 就毕业的第二年 就独立地排了那个我自己的 作为一个职业导演排的第一个戏 叫《魔方》 我有时候说那个就是我最职业导演的处女作 那当时很轰动啊 当时是 连演八十多场啊 1985年 初出忙碌的王小英 大胆排演先锋话剧《魔方》 引发广泛热议 《魔方》摒弃了传统话剧的结构叙述方式 由一位主持人贯穿始终 将绕道而行 黑洞 流行色 等九个互不相连的故事 串联组成 以极具创意和张力的表现形式 来表达对人生和社会 乃至宇宙的追问和思考 这部作品无疑成为 新时期话剧领域的 一座创新理成碑 比如说如果做一个社会心理实验 然后在马路上 割一块牌子 牌子上面写绕道而行 然后一大堆人就在那琢磨 琢磨 然后大家产生一个共识 就是不能走 他那修路怎么一点东西也没有 不是在修路 准又是个骗局 然后那个主持人 跟那个牌子的人过来以后 说OK 我们社会心理实验结束了 然后要把那牌子给拿走 所有的人拦着他 一群人弄得主持人都傻了 最后一个小孩 一个少补更事 少补更事非常重要 一个少补更事的小孩 叫着爸爸 根本就无所顾忌的 就过去了 干什么这是 你是干什么的 这个牌子是我放的 前面这条路是通的 根本就没有出事 我们刚才进行的是一项社会心理测验 为什么这么小小的一块牌子 往路中间这么一放 就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呢 我觉得您像是采写了 那个时代九个社会的面 然后做成一个社会的魔方 然后在这个转动中间 让观众来品味 我想请教小语老师 您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 您这种灵感和胆量是从何而来 这个本尊的原来是大学生写的 就是符合我们当时一个年轻导演 就是想在艺术上在戏剧上 去做一些尝试 甚至是反叛性的尝试 很多戏剧界的前辈 就是用一句话 这哪叫戏呀 就不接受 但是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魔方一出来以后 就被业界认为这哪叫戏 这个不算打击吗 首先双向的 年轻人如此之喜欢 然后从传统的角度说你不像戏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实验要达到的效果吗 反而不是打击 让自己心里暗自得意 也没有作学完全是靠 口碑啊 连演八十多场啊 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种骨子里的先锋性 改革开放以后 然后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这十年啊 我们叫做七十七十年嘛 七十七十年 我们的戏剧观念一下就改变了 在我那个学习最关键的时代 打开眼界 打开思路 打开观念 就是很强烈的 就是想要尝试尝试新的一些表达方式 但是我要迈这一步 因为我是青年 对 我要用我的热情和我追寻的方式 把我们的这种态度 这种思考 这种真诚在我台上表达出来 这是我们那一代导演 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成长经历 在我们关键的学习和成长的那个阶段 那个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影响 它是很深的 因为这一部魔方 您其实获得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三个月看一百多场演出 我觉得这对您来说是人生的窗口 而且地点是在 在德国 一个德国的朋友来看 看魔方 看完魔方以后 他就问我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你有没有去过欧洲去看戏 我说我没有 他说如果你希望的话 我给你找这样的机会 那年您多少岁 三十亿 但是你知道我那一下出国 就我呀 是一个第一次走出国门 去看那个指尔文 没有亲贱的那个欧美戏剧的时候的 你那一个状态 而且你那个背景又是改革开放以后 一个非常强烈的那种学习的欲望 它完全是从你自己的生命需求的根里边发出来的 你当时你就是想学习 你就是拼命地想学习 三个月撑死了九十二天 对不对 我看了一百个戏 我最多一次一天看三个戏 然后通常就是每天都在看戏 每天都在看戏 那又不能打低 自行车就骑自行车 我经常的形象是在德国的大街上 然后单手扶着自行车的板 然后就看着 到前面这条路 再过一条街应该右转了 人工导航 人工导航 我从到了柏林开始看戏 第一天开始就做笔记 请我去的那个德国人 他有的时候他会跟我一块去看戏 我铺开那个本子 然后拿一个手电打着 然后拿笔在那里寄 他就问我你在干嘛 我说我得记录 我要把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一个重要的信息得记下来 第二天他又来看戏了 送我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礼物 是一个圆珠笔 但笔头的有一段 大概有这么长一段 这个锥形这么长一段 是有机玻璃的透明的 你上面一拧 这一段就亮了 你笔落在这的时候 你笔尖的大概两厘米 见方这一块是亮的 他说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帮助你更好的去看戏记录 那个笔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呢 我觉得它对于我太重要了 它已经成为一个 特别有内涵的一个纪念品了 如果现在回过头来说 您的这一身艺术生涯 这三个意味着什么 它让我一开始不自觉的 后来越来越明确的定位了 我一个我的导演的艺术发展的 一个定位和方向 我当时还没有那个实验戏剧和主流戏剧 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戏剧 还没有这个概念 如果这个德国人把我带到德国去 给我引进了德国的先锋戏剧圈子 我就真的就做成一个 一个就是一门心思做先锋的档演 它给我引进的圈子 是德国的主流戏剧圈子 但是对于我来说都非常先锋 请您看的主流戏剧 在您看来都是非常的先锋 非常先锋 就是我大为惊讶的那种舞台表达 比如说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头一天看一个戏 它场地还是这样的 第二天我来看一戏 它能从这就从台口这架了一个钢铁的一个跳板 架到二楼观众心 就从这个台口直接搭到二楼 也就是说演员可以从那上 直接上舞台 有的时候演到中间可以站在上面看 我就不具体一一的说了 你很熟悉的莎士比亚的戏 在他人演出来的东西 都是完全你你绝对意想不到的 但是它并没有我们现在说的 后现代把它那个圈子给拆解 也没有了 就是你是完全看得明白 尊重传统 但是您说极具表现力和冲击力 对 当时我就觉得思想要强大 情感要深刻 然后表达要强烈 视觉和听觉 你要超出人家预想的 去组织你这种舞台视觉听觉的东西 去传达你这种强烈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 您的这个人生方向 艺术方向 所有在那三个月 在您内心来说就已经坚定了 对 我回来以后排玉学美人 我那些演员说 天哪 你这排戏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已经完全变了 我记了那么多笔记 画了那么多图 我事后 然后我看一个处理 这个东西 我可以在戏里面用 基本上没有 整个的学习的过程给你带来的那种 那种导演意识的那种成长 这是这种学习的对我最大的影响 或者是我收益最大的 我们中国传统化是已经入骨子里了 对的 你这三个月 它给你带来的影响 给你带来的净润 给你带来的锻造 形成了那个对戏剧的新的感悟 新的认识 远远远远的 它能意义远远远的超出于 几个什么具体的技术手段 您的这段分享 回答了我刚才的之前有一个困惑 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您后来 投身于在中国的文化结构里面 去寻找诗画意象 对 这三个月的经历 你排的第一条就是说 我要做主流导演 要有实验精神 所以就联系到您这一生 接下来在您的舞台 追求的诗画意象 诗画意象这个词 不是我发明的 是我的导师徐晓忠老师发明的 晓忠老师他希望 就是用一种舞台的 这个意象化的舞台形式 去表达一些更深刻的 更丰富的情感或者思想 我嘴里就开始有 诗画意象这个词了 诗在中国文化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面 分量是极重的 对 现在有个课题 就是当我们去 就我们作为中国导演 去创造舞台上的 诗画意象的时候 多大程度上就背靠 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背景 包括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哲学 美学 具体的诗歌 绘画 音乐 还有舞蹈 当然最主要的是戏曲 但是不是简单的 他把戏曲那些技术搁到里边去 我不排过一个戏 这个叫福生 那个戏两个半小时 这个戏里边的演员 演员身上只有两个动作 是从戏曲那儿原样来的 一个僵尸摔 一个甩发 除了这两个动作 你通篇没有一个 是你在戏曲那儿 能找到跟他原样的 他的原型 但是他就是觉得 浸泡在 中国戏曲的那种美学营养之中 不着一字竟显风流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 我们去追求我们的诗画意象 去创造我们民族戏剧的 我们自己的气质 在对诗画意象的探索过程中 王小英将中国戏曲 诗歌等传统艺术形式的诗意美感 浸润到作品中 比如在对莎士比亚经典作品 《理查三世中国文化版》的创牌中 他将莎士比亚的故事 置于中国的文化氛围中 全剧的舞美 服装 化妆 音乐 都尽量在挖掘中国历史文化中的 造型影响和艺术语言 赋予了理查三世新的诠释与含义 也使中国版的理查三世 在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一鸣惊人 而在探索具有强烈视听冲击力 和情感震撼力的表现手法上 王小英充分利用了中国红这一元素 在话剧《蓝灵王》里 他让蓝灵王从代表鲜血的红筹中冲出 摘下面具 完成人生蜕变 在歌剧《江节》里 运用超现实的巨幅红旗 预示着新中国即将诞生 他用这些饱含着诗情与哲理的舞台形象 在戏剧演出中 不断塑造着中国的诗画意象 西方也有异象 中国也有异象 那我们中国戏剧要走的 跟西方戏剧不尽相同的路子 比如说我刚才说幻想现实主义 它是有非常强的 俄罗斯的戏剧文化的背景 那我们自己的背景 文化背景是什么 我们文化底蕴是什么 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那些艺术门类 那些艺术创造当中 你能误到什么 所以俄罗斯文化背景下面 可以诞生幻想现实主义 中国文化背景下 您觉得诗画现实主义 这条路是一定 现在已经有这个基础和趋势了 就是我们很多的导演 都在做这个戏剧上的 这个叫诗画意象 你刚才说 在俄罗斯的谈论文化背景下 有幻想现实主义 其实在德国的戏剧文化背景下 还有一个叫叙述现实主义 我希望最后我们自己走的路 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 经过完整的理论阐述的 有着完整的从编剧到导演到演员到舞美设计的 完整的创作的 大家有那种群体的追求的 那样的一个美学品格 叫诗画现实主义 花剧沃土 梦想舞台 实验探索 大胆创新 诗画现实 艺术共鸣 中国异象 时代先锋 芬芳梅花 傲雪凌霜 重庆川卷用了这个梅花这个寓意 来体现我们梅花香自苦寒乃 中国传统艺术的这种传承的艰辛 所以我们要傲雪凌霜 百味人生 刚柔并济 川卷这个剧种是麻辣 是火锅的文化 低剧喜眼 喜剧悲愿 用我们的戏曲 去讲述我们的美学 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走进重庆川剧院 与神铁梅一起 品味诗意山城 魅力川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